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大家光临RN与阿联频道。 由今集开始,我们将会和大家分享 仙姐白雪仙的艺术人生。 白雪仙,原名陈淑亮,香港著名粤剧表演艺术家。 是粤剧名领小生王白俱荣的女儿, 她在家里排行第九, 所以行内人都称呼她作狗姑娘。 白雪仙的早年生活是怎样的呢? 现在就和大家分享一下。 白雪仙的本名是陈淑亮,就是广东信德人。 1928年5月19日出生,即是农历四月初一。 她生在广东省、广州市、黄沙区的一个离缘家庭。 她的父亲是陈淑亮,就是粤剧名领小生王白俱荣。 她的母亲是梁业荣, 白雪仙在家里排行第九, 所以人称就是狗妹或狗姑娘。 在抗日战争的时候, 白俱荣就一齐千居香港。 首先,一来到香港,就在湾仔的凤凰台居住。 白雪仙就入读梅敦,敦梅学校四年班。 一年之后,就转去领英中学的小学堡, 就读五年班。 中学,就升读圣保禄中学。 但是,她在圣保禄读了几个月之后, 就无心机读,就向爸爸妈妈提出这个要求, 说她要去学习,不读书。 她的爸爸最初就并不希望白雪仙跟她的脚步做戏。 而她的妈妈也希望她受多些正规的学校教育。 但是由于白雪仙相当坚持, 最终她就说服了她的爸爸妈妈, 就肯答应被她停止学业, 就走去全职全时间地学粤剧。 之后她们又搬家, 就去到黎原街。 在这段时期, 就通过她爸爸白俱荣的关系, 就介绍了当时是十三岁的白雪仙, 就拜这个月却明令, 有万能泰斗之称的薛角仙, 和薛角仙的太太, 唐雪卿做师傅。 同时,唐雪卿帮她改了一个艺名, 就叫做白雪仙。 她在郭仙声剧团做了三日雅口梅香之后, 就跟随她的爸爸, 就落班做开口梅香。 并且得到住在她家楼上的音乐家, 闪干慈,就教她唱乐曲。 在香港淪陷时期, 生活相当困苦。 为了生计, 白雪仙和闪干慈师傅, 去到酒楼、茶室那里卖墙, 赚钱来养家。 及至到十六岁的时候, 她就在同门师兄陈锦棠的感慈花剧团里面, 去到广州演出。 相当之幸好, 她一初任, 在这个时间, 陈锦棠已经给她做正印花弹了。 做了一年正印花弹之后, 白雪仙自己认为未够成熟, 功夫未够扎实, 于是她就建议重新再做二帮花弹, 将功夫再打好底, 然后再算。 在感天花剧团之后, 她就曾经参加过太上剧团, 做任少方的二帮花弹。 后来她又加入了日月星班, 做了陈彦龙的二帮花弹。 在1937年, 在1937年, 当白雪仙跟随日月星班, 去到澳门演出的时候, 她就第一次遇到任劍辉。 当时两个人就彤演《悲甘道玉》的《红楼梦》。 在剧团里面, 任劍辉当然是做正印小生, 而白雪仙在当时来说是二帮花弹做, 任劍辉当时, 任劍辉当时的年纪比白雪仙大十五岁。 白雪仙是住在澳门的时候, 那时候,她是随属日月星剧团, 在做陈彦龙的副手, 做二帮。 而任劍辉当时是随属新星剧团, 当然是做文武生。 在这个时期的一切, 任劍辉已经是极之有名气。 在1943年, 白雪仙就受到任劍辉的邀请, 就加入了新星剧团。 当时陈彦龙也转了班, 就加入了新星剧团。 于是陈彦龙在新星做正印, 白雪仙是做副手, 就做了陈彦龙的《二帮花旦》。 就在广州和澳门演出。 劇目包括《小爱神》和《红流梦》。 在1950年代起, 任何两个人都曾经在《红运剧团》、 《丽荣华》、《多宝剧团》等多个剧团合作过。 好,今天和大家分享白雪仙的艺术人生。 分享到这里, 暂时停一停, 休息一下。 喜欢这条片的朋友, 请你留言、点赞, 和分享给其他喜欢粵剧和白雪仙的朋友。 平时也希望大家多多订阅我们的阿N与阿N频道。 我们下条片继续和大家分享白雪仙的艺术人生。 好,拜拜。